观众朋友早安 欢迎加入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林国新 今天日期来到了4月23号 农历是3月初四星期四日 那么新闻首先要关心的是地震消息 就在刚刚6点17分的时候 台南东山区发生规模3.2的有感地震 深度是12.9公里属于浅层的地震 最大的震度在台南的白河区有三级 接着来关注的是头条新闻 在澳洲打工度假却遇上了死劫 澳洲的维多利亚州 在当地时间20号的下午2点半左右 有一处公路的交叉路口发生重大的车祸 造成有5个人死亡 这当中有4名亚洲人 其中有3个人来自台湾 1个人来自香港 被撞的汽车几乎变成一堆废铁 可见当时的撞击力道是非常大的 警方表示肇事男子开着白色冰室 撞上皮卡车 结果皮卡车又被后方的连接车给撞到 皮卡车上包含澳洲的女驾驶 在内有4名打工度假的亚洲人 他们都全部死亡 有一名台湾罹难者的母亲 在21号当天已经抵达墨尔本 在当地慈济志工的习住家入住饭店 准备处理相关的后续事宜 接着到美国的奥勒冈州 在最新公布的春季影展当中 最佳纪录片由慈济拿下 由美国影视团队所拍摄 记录在两年前的布雷斯灵火灾情 有一群慈少 他们特地举办音乐会 慕希慕爱 为失去干净饮用水的上千户家庭 添购了60个大型水箱的点点滴滴 好早安 朋友们 好早安 我们是慈禧码建筑 你们知道的 我们非常感谢 今天你们能来到这里 我们带了一些水汽车 给你们带了一些冰箱 整片山林布满蒙烟 这是发生在2021年6月初的 布雷斯灵火 这场火是奥勒冈州 时尚第二大的灵火 火场面积之大 造成上千户家庭 无家可归 一无所有 我们有很多烦灵火 我们要知道一样的, 我们现在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家庭。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家庭的水平。 我们现在已经被水平了。 所以我们今天有60水平的水平 给我们给60家庭的水平。 我收到275-gallon water toad。 我用了很多水平的水平。 大概600-gallon a month。 我把水平放在, 我把水平放在, 我把我的物品放在, 我把我保护, 我把这些年来保护。 所以水平的水平会很好。 职工陪伴居民走过灾后重建生活的 一点一滴被完整记录下来。 而这一支记录片最近也获得 奥勒冈纪录片2023, 春季影展的最佳纪录片奖, 并入围《凤凰城影展》。 我每次在苏智里工作, 非常好, 因为我感觉到 我能够在一个人的生活中 能够在一个人的生命中。 我非常感谢苏智里, 我能够在一起工作。 带新闻, 菲律丹, 沙拉, 美国报道。 不仁大地受毁伤, 想要爱护地球, 人人都办得到的。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改变饮食。 在南美洲国家之里, 有一座学校他们开办了食农教育课程, 慈激志工特地捐赠最新鲜的食材来支持。 搅拌蛋液, 再加入红萝卜丝和面粉。 孩子们学习做糕点。 希腊共和国公立学校开设烹饪班, 要在校园推动健康饮食。 我使用的食材, 都是由智利慈激人, 专程从首都圣地牙哥送来。 车程就要近两个小时。 采购那些工程的材料, 还有菜的工具, 一起跟他们做这个活动。 所购买的蔬果, 都是当日最新鲜。 这次也买了有机菜园要用的工具, 要全力支持推动食农教育。 在这边, 他们在学习, 他们在学习, 不让他们做好。 教育们在这里都很感激, 所以我们也很感激。 我们都会带他们的所有。 我名字是神的, 我就是从第四个。 我很喜欢。 我已经13岁, 我可以认识他们的经验。 我可以认识他们的经验。 亲手种下种子, 就更加期待丰收的到来。 大爱新闻真善美制工要清酒, 吴慧兰智力报道。 昨天是一年一度的世界地球日, 新加坡有个社区基金会, 举办了环保宣导的活动。 慈激志工也受邀参加, 更透过踩单车发电的体验, 让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得来不易。 世界地球日, 此季参与社区环保宣导活动, 邀约更多人用行动爱地球。 新加坡环境极可持续发展部长傅海燕, 踩着单车, 踩得越用力,灯越亮, 反之就熄灭, 传达珍喜能源的重要性。 最重要的事情是 要减少离货币的东西。 现在地球半暗, 非常浮沫, 我们想清除浮沫。 如果大家只是做三个R, 这样资源分类是不够的, 必须真的是要在源头的地方, 怎么样减少我们的欲望。 环保其实是每天的, 每天的, 分分秒秒, 每一个动作, 我们都要问自己, 我这样做是不是不环保。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需要靠每个人的努力, 打造绿色未来。 大爱新闻李嘉宜, 周振阳, 新加坡报导。 地球日, 台湾也有相关的活动, 在高雄慈济高河山置业园区, 有个免费市集。 希望带动珍惜雾名的观念, 也提醒自己, 在买东西之前, 不要冲动, 可以多想几秒钟。 宏吉一时的人气动画公主, 竟然双双被遗弃在二手市集。 喜欢Elon上。 小妹妹冰雪聪明, 跟哥哥一块来淘宝。 电风上的外网, 废物在里用, 化石。 废物其实也很好玩。 喜欢这个发夹。 你喜欢哪一个? 铅笔耶。 哇,好可爱啊。 对啊。 都是二手的, 大部分都是当垃圾送过来。 那个师姑就很用心把它们分类。 李立黏土, 拿了碗做一些东西。 看起来是新的啦。 需要跟想要是不一样的。 你既然是全新的, 表示你当初买的时候, 可能你真的没有到那么需要。 不过也不错啦, 至少它可以给需要的人。 生活用品应有尽有, 志工不舍直接丢弃, 花费为宝, 来意卖刚刚好。 分类就可以在里, 保护那些海洋生物。 本身就要从一些小细节就开始做起, 那个意识就会出来了, 相对量就会减少。 有惠仲就说, 他自己亲自来做了大分类, 拿到一个没有丢, 里面还有厨余。 他就呃, 觉得我下次要洗干净。 本身是一个老师, 所以他说他会尽他的能力, 在学校去宣导。 大手牵小手, 有了视觉未觉等无感冲击, 做环保再也不能置身事外。 只要我们有心, 孩子真的能够从自己真正的行动, 爱护地球。 他们需要透过体验, 有意义的, 而且他知道前因后果, 就会产生内在的趋力, 实践力行。 环境永续绿色循环, 不止422这一天, 环保日常落实, 天天世界地球日。 大新闻微宣王朝中, 高雄报道。 继续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了, 在水气部分呢, 会比昨天再减少一些, 风向也改变了, 转吹偏东风。 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呢, 属于阴风面, 因此会有多云的情形, 偶尔呢, 还会有零星的飘雨。 不过呢, 这雨势都不会太大的, 中南部呢, 是多云到晴的。 温度方面, 白天的气温稍稍的回升, 高温是落在26到31度之间。 预测今天澎湖, 还有台南台东, 紫外星指数呢, 都有机会达到过量级的。 至于今年, 编号第一号台风山湖, 它的强度仅仅认为热带性低气压的, 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影响。 继续来关心详细的温度数据。 我们下期再见。 昨天为您报导过亚洲地区异常高温, 没想到缅甸现在出现更特殊的情况, 就是有龙卷风袭击, 造成六个人死亡, 一百多人受伤。 下段新闻一起来关心, 休息三分钟之后, 马上回到大爱早安新闻的现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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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彎美好 苦花不再苦情 給魚兒一條親近的河流 我是陳伯鄭 因為同理心 所以我就很自然地吃素 大概三十年前吧 有一天我帶我兒子 到平林橋下去釣魚 我從小就釣魚 釣了一輩子 那在那邊釣釣釣 又釣到了 那一條魚溪裡頭的九斑 牠是這樣 這樣掙扎的 忽然 怎麼會這樣呢 那一條魚的痛苦 怨恨 掙扎 無奈 那種痛 深深的痛 好複雜喔 全部跑到我這裡來 拉起來之後跟牠說 對不起啊 趕快放走 你看今天釣的魚啊 不好意思喔 倒掉了 回家晚餐啊 有魚 筷子停在空中 夾不下去 有一天吃肉鬆的時候 吃不下去 吃不下去 好像感覺到那隻豬的痛苦 唉 算了 我發現我開始能夠感受到周圍人的心情 人的心念是有磁場的震盪 竟然開始能夠感受 互相善待之後啊 我整個生活環境變成越來越舒服 廣結善緣 厚不寬 感謝您繼續回到大愛早安新聞的現場 接下來一起來關心早安獨報的單元 要帶您掌握國內外媒體關注的焦點 首先是聯合報的報導 都說老來寶 老來寶 但寶島台灣真的是越來越老了 這裡指的是人口老化 預計再過三年就要進入超高齡社會 意思是說65歲以上的人口會超過20% 等於每五個台灣人當中就有一位是高齡長者 大大衝擊了勞動市場 因此勞動部現在就希望能夠學習南韓的經驗 先進優先人員聘用中高齡者或者是高齡勞工 並且從工部門開始來推動 預計明年會先公告適用的職業類別 但是有民間團體就擔心 預設職業類別的話 恐怕會變成年齡歧視 反而會限制就業發展的空間 再看到是英國衛報的部分 禽流感也威脅到了非洲 甘比亞這個國家證實 爆發了H5N1的疫情 過去三個禮拜的時間 已經埋葬了數百隻的死亡鳥類 動保團體就警告了類似中低收入國家 因為資金短缺的關係 恐怕會對禽流感疫情難以招架 第三個看到的是CNN的報導 4月中旬的時候 德國的外交部宣布 有30多位俄羅斯的外交官 利用外交身份 非法獲取某些情報 還有破壞跟傳播假消息 因此進行強制的驅逐 最新的消息是 俄羅斯方面 外交部在昨天就宣布了 要驅逐超過20位的德國外交官 並且指出這是針對柏林大規模驅逐 莫斯科大使館工作人員的報復行動 但是目前德國的外交部沒有進一步的回應 最後是海峽時報的報導 北朝鮮領導人在日前宣布 將會如期發射第一枚軍用的間諜衛星 日本方面的回應說 一旦北朝鮮間諜衛星進入到日本領空的話 就會隨時做好擊落的準備 再來關心的是其他的國際脈動 來看到的是 氣候異常影響之下 東南亞還有南亞地區 最近真的是高溫炎熱 好像生活在大火爐一樣 而且最近緬甸還出現 非常罕見的致命的龍捲風 造成有6個人死亡 上百人受傷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龍捲風肆虐的景象非常的驚人 首都奈比多附近 有一處村莊 受災的情況非常嚴重 有6個人當場死亡 受傷人數還超過上百人 其中有16個人情況非常危急 另外還有200多間的房屋毀損 其端氣候變得是越來越頻繁了 守護地球不能再等待了 美國的氣候溝通專家 提出三個氣候變遷的名詞 像是過去大家非常熟悉的碳足跡 他們建議要改成碳生影 這當中包含個人的環保意識跟行為 還有越來越頻繁的 這個極端氣候災難 專家認為說應該要統稱為 非天然災害 而最後一個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 專家認為也應該叫做 溫室氣體污染 帶你一起來看看 這是一根愛護地球有關的新知識 你是否想過碳足跡真的能夠準確描繪你我 對氣候危機的真實影響嗎 還是只是大企業的挑釁行為 要改變他們的發展 從那些正確的 暴力的氣候疑惑 到最近的經歷 到更加柔軟的 更加柔軟的 抗議和發展 美國非營利機構氣候溝通 專家哈索希望將 監測的氣候變遷科學和政策 轉化成更容易理解的語言 提出三大氣候變遷新名詞 只能消極計算個人日常生活行為 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叫做碳足跡 但範圍更廣 強調如影隨行的個人意識 涵蓋難以計算 卻有渲染力的行動 叫做碳身影 二氧化碳排放聽起來似懂非懂 專家建議範圍強度都要拉大 應該改成溫室氣體污染 包含所有破壞臭氧層的溫室氣體 巴基斯坦氣候變遷部長曾說 2022年的巴基斯坦洪災並不是自然災害 而是人為造成 專家認為類似的事件會越來越頻繁 現在開始極端反常的氣候災難 都應該叫做非天然災害 氣候變遷死雨與時並進 就是為了要讓抽象的科學詞彙 更加具體化 因為拯救地球 刻不容緩 大愛新聞綜合編譯 不管名詞怎麼變 呵護地球的決心還有行動 都要永續下去 以我們台灣為例子 前幾年有一部紀錄片 看見台灣 真實呈現了農地被違章工廠 豪華農舍 以及光電板入侵的景象 可耕的農地 這個面積是大大的縮小了 這些改滅不是一兩天造成的 在宜蘭的北城國小 有位老師 他自掏腰包 前情後後花了600萬元 購買專業的攝影器材 無償要借給學生來使用 拍攝農業紀錄片 目的就是要培養學生 從小要關心環境 愛護地球 希望他們長大之後 可以變成一股改變社會的力量 我們在討論高鐵 要延伸到宜蘭這個事情的時候 這些地方的地全部都漲了 鹽亭武北城國小美術老師 經常指導學生 在宜蘭田間拍攝紀錄片 就像為大片農田留下最後榮檐 種到水稻的農戶 也許才1500多戶 可是它可能增建的農舍 在幾年內就會增建到 7000棟 9000棟這麼多 有點生氣 千人辛苦開闢出來的 農地是要用來是種田的 不是拿來用來成為賺錢的工具 鹽亭武23年前因為教書 從台南移居宜蘭 好山好水卻在雪碎開通之後 環境品練 他想為農地發聲 從孩子心裡雜根 只是藝術家性格 凡是追求完美代價 會不會太大 其實長焦其實小孩子 會蠻開闊視野的 這是BMPCC 6K Pro 我們就用這個360度的 讓小孩子在很低空 你就可以拍到全 整個大地 你去摸這個東西的時候 跟用平板3C去拍片的感受不一樣 你會覺得你是一個職人 我覺得他會感受到性陣 公司行號教育單位認為 為太奢侈的高階器材 他自掏腰包添購 無償借給學生使用 全台從國小到大學 都有學生慕名而來 做過大概花了400多萬 現在可能將近600萬吧 一些信用卡款 你也不會有存款 他花光薪水 偶爾接案 玩具企業公家單位贊助 為孩子保留純淨的報導空間 自己辛苦又拮据 但成就感滿滿 眼睛所看見是太平洋上的龜山島 原平武指導的學生 屢獲環境獎項 不過他也坦誠 還是論述能力比不上大人 但過程中學會觀察 思辨 化被動為主動 從內心長出環境信仰 我從國小畢業給我開始創田 我拍的紀錄片一半是 有跟農田議題有關 然後一半是阿公每年擦羊 收割 或是在中間他會去照顧羊羊 紀錄片之所以跟一般的教學不一樣 是這個課本是孩子創造的 這個場景是孩子創造的 甚至有機會跟大人交流 做應酷座談 他其實這輩子就是 會產生一個信仰 善用鏡頭 麥克風 探討環境議題 喚醒改變的力量 身體力行 一起為地球種下希望 真的發揮小五的力量 希望有一天可以揮聚成大大的能量 接下來要肯定的也是年輕朋友 台新青少年志工精英獎 昨天舉辦了頒獎典禮 今年有150位的學生獲獎 其中傑出志工的獎項 只有30個名額 不過花蓮慈大附中 還有台南慈濟高中 都有同學獲得這個殊榮 即使膽小 我也能跳脫舒適圈 即使迷茫 我也可以創造不同的可能 即使狼狽不堪 我可以參與他人的生命 甚至看見不一樣的自己 並且大聲說我愛你 還有看見自己不同的可能 熱愛現在的自己 我們把咖啡店標的那種馬布袋 去把它變成是一個永續袋 做這些東西之後 最大的改變是在我身邊的朋友 以及我的家人 開始攜帶一些環保餐具 然後像我做的那些永續袋 他們也會出門的時候帶出去 然後並且去幫我響應 服務讓我看見了 不一樣可能的自己 就讀高中這段時期 可以說是人生的一段青春年華 有很多同學喜歡跟朋友 約出去玩或者是吃飯 但是黃映瑜這位同學他笑著說 同學假日常常找不到他 因為他大多數的時間 都用來參加志工服務 這也讓他獲得了台新青少年 志工精英獎的肯定 不要小看孩子們的力量 即使科研忙碌 他們也會用自己的時間 還有方法來關心社會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愛早安新聞 感謝您的加入 接下來請繼續收看孩子看世界 我是林國昕 祝您平安順心 我們明天再會 因為省的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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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xth吧…